你知道上禮拜初的新一集动画不仅打破了第五道抢 直接开史上最大的脑洞 还对苦等更新一年多的忠实粉丝 比了一个大大的终止吗 你一定非常惊讶 我知道第四道抢 但是还有第五道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一个短短七年 已经称霸美国流行文化的限制级卡通 Rick and Morty 在开始之前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不然每次都被YouTube的演算法吃掉 如果你还没看过这影集的话 我接下来要谈论的是 可能会对你来说是火新闻 也可以看我之前做的更完整的介绍 如果你有看过 你一定已经跟我一样是重度铁粉 但是容我尽量阐述 这个完全不适合任何小孩看的影集 在演什么 恶搞回到未来这个电影系列 故事讲述一个疯狂科学家 酒鬼爷爷Rick 与他的孙子Morty 穿梭宇宙与平行时空的冒险 就是这样 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 因为他大部分的故事是没有连贯的 但他虽然看起来像是个无厘头的动画 其中却探讨了许多作品难以触及的议题 虚无主义 人生的意义 存在的渺小诸如此类 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看我之前做的影片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克要的成人卡通 而这一集则更上一层楼 光是要跟得上故事架构 就是一个成就了 就像其他集数一样 这一集充满了老二和放屁笑话 以及 Come Guthers 千万不要去Google Come Guthers是什么 真的 不要 Rick and Morty被困在一辆火车上 但是 这不只是一般的火车 而是一个故事火车 一个无关联的故事选机 没错 这两个角色被困在一个实实在在意义上 比喻上的文学载具之中 不是身处一个故事之中 而是说故事这件事情里 总之他们试图找到这火车的引擎 试图逃出去 但是被故事领主抓住 汲取能量 就在他们看似无路可逃时 做了完全不符合他们角色的行径 向耶稣基督祷告 而在这种世纪烂尾的混乱之中逃出去 最后我们会发现 连上述的剧情也都不是真的 这个故事火车 仅仅是Mordy买给Rick的纪念品火车玩具 如果你完全听不懂刚刚那几句话是在讲什么 别担心 不只有你 首先要理解这一集 得先知道作者Dan Harmon 独自研发的故事循环 所谓故事循环就是他简化了知名的 英雄旅程的说故事原则 而创造出来的架构 原本的英雄旅程非常复杂 包含 历险的召唤 拒绝召唤 超自然的主力 跨越低档门槛 金鱼之父 试炼之路 与女神相会 狐狸精女人 相父亲赎罪 神话 终极的恩赐 知觉回归 魔幻脱逃 外来的救援 化月回归的门槛 两个世界的主人 自在的生活 有点过度抽象对吧 不重要 因为Dan Harmon的故事循环 把这一切整理成非常浅显易懂的 八个关键步骤 一 身处于舒适圈之中 二 但是他们想要什么 三 离开舒适圈 四 适应 五 得到他们想要的 六 付出庞大的代价 七 回到熟悉的环境 八 成为改变的人 但是这一集他却自己打破了这个循环 完全不按照这个顺序或是逻辑来说故事 只是随便敷衍地假装去在意这个架构 虽然说这个火车是绕着圆圈前进 就像一个循环 但是这个圆却跟架构本身完全无关 其中甚至直接把这个故事循环 摊在画面上让两个角色讨论 Mordy甚至还说他不喜欢这么后射 后射非常简单粗暴的解释方法就是打破第四道墙 而他们在某些桥段确实是有遵照这个循环 也就是付出庞大的代价这个部分 但是却也是在极为刻意的情况下搭成 因为两人穿着太空仪到火车外往前进 但是却刻意将太空仪的氧气管设计成有时间限制 直接嘲讽了许多故事 包含这影集自己 都要非常刻意地营造一个倒数计时器 也就是Hedgecock知名的定时炸弹理论 才能营造出张力 但是此处的倒数计时器不但没有营造出张力 还更让人哭笑不得 不仅如此 他们在此处更加嘲讽了其他叙事的传统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之前 他们遇到了主题封印 等于是若许多故事之中因为传统或是惯用架构 一定要达成的主题或是转变才能继续进行故事 就如现代众多一成不变的公式化商业电影 一定要达成某种标准才肯继续说故事 而这里他们打破主题封印的方式就是达成贝克德尔测试 所谓的贝克德尔测试 就是用来界定电影之中的女性角色是否够有自我意识 断定一个故事是否够平等的测试 这个测试也就是 1.在一场戏之中两个女性角色都要有名字 2.他们正在互相对谈 3.谈论的话必须跟男性无关 于是在此处Mordy就讲了一个完全符合这个测试 但是明显生硬的故事 也就是他妈和他姐谈论自己的月经 到门外用自己的月经超能力击败母的蝎子 最后接到美国知名女性大法官RPG的电话 这段明显是作者们在自我反访 这影集最被人诟病之处 缺乏女性呈现 而此处则用了这个故事 达成这个片面又肤浅的测试 来展现硬要在某些故事之中 达成所谓夺元的标准 只会打乱故事节奏 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讽刺 这一集之中也时不时的出现非正式的画面 也就是穿插一些实际上没有发生的故事 而这些画面更是粉丝最期待的故事线 以及最喜爱的角色 雪球先生 星际联邦战争 Misic 喜恶莫迪 Rick堡雷等等 这些都是粉丝花了无数个小时 来讨论天花乱坠的粉丝理论 最想看到延续的故事 也是当初第四季预告主打的画面 想当然而挑起了忠实粉丝的兴奋 与各种推论 然而来到这一集 这些画面都只出现了几秒钟 当成punchline丢掉的玩笑 究竟是为什么会如此明白的 对于粉丝们比一个大大的宗旨 在后半段来到引擎室之后 两人遇到了故事灵柱 将他们五花大榜来汲取他们的故事潜能 我们也是在这里看到那些非正式的画面 而这里Rick也大喊他们的潜能不是无限的 很快的他们就会被燃烧殆尽 这其实就是作者们想要对观众说的话 Misic 邪恶莫迪 跨次元有线电视 Rick堡雷都是粉丝轰炸式敲碗的内容 而他们确实也可以延续这些故事 对他们来说也不会过于困难 但是当初制作这些内容时 完全没有想到会成为粉丝执着的部分 现在却被其他状态压得喘不过气 就像这个不断绕圈圈的故事火车 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直到后继无力为止 每个人创作都有不同的原因 有些人想出名 有些人想赚钱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 创作就是表达自己的方式 当连创作这档事都要符合所有人的期待之时 未免会有被逐渐耗尽的悲哀 老师说我完全能够体会那种心境 人们总是说谈那个讲那个 但是当你讲了之后又会听到有人说 你不就只会讲这些大众的题材啊 粉丝心态可说是让许多作品走下坡的最大原因 《星际大战》是如此 充满众多恶毒的攻击以及抱怨 让外人对于这些粉丝的印象就是无理取闹 而正是因为众多的争议 才让第九集变成如此令人不可置信的安全牌 充满粉丝服务完美的结局 毫无后果或是风险 全都是粉丝们熟悉的元素 缺乏任何冒险精神 Rick and Morty也极为危险地接近这种下场 如同朝黑洞逼近 不是被吸入无底的深渊 就是弹袖前往浩瀚的无垠 这个影集的共同主创 Justin Roiland 就曾表示他非常讨厌听到粉丝理论 因为如果这些粉丝猜对了 那就显得有点缺乏新鲜感 让人失望 但是如果不符合粉丝期望 没有给一个让人满意的解释 那也会引起粉丝的抗议 这种矛盾实在地存在于各种粉丝群之中 如果作者不断地受到这种压力 终究只会让作品脱离当初让人们爱上的元素 Rick and Morty就如这一集最后脱轨的玩具火车一般 早已逃脱了作者们的完全掌握 而这一集如何对抗这一点 直接做一个完全不符合角色故事的事 Rick and Morty这部影集本来就非常尖锐 反正是正确 极为原创 但是此处Rick为了逃离故事领主的榨干而开始 向耶稣基督祷告 当然神的救赎在众多故事之中对于许多观众来说 已经是最无聊最老套的一件事 也是在电影史上最被过度提及以及分析的主题 Zack Snyder和Ritley Scott Rick借由这种完全不吸引人 直接跳脱角色的行径 来大大降低这一段的受欢迎度 借此来逃离受到榨干的命运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是某些时候确实是要跳出一切框架 才能够维持创作动能 但是也许这一切都不重要 我们终究是要臣服于第五道墙 至于什么是第五道墙 这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 相信各位都因为死事认识了第四道墙 也就是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与观众对话 那第五道墙就只是第四道墙的更上一层楼吗 对我来说应该不那么简单 而是在表示作者与观众对话之外 更强而有力的隐形之首 市场对于故事的影响 早从第一集第一集 这影集就表达过对于商品化的担忧了 Rick对于Morty表示他们会踏上100年的冒险 而他只要闭嘴一起踏上旅程就好了 更列出了各种不存在的网站来强调这个影集被做成毫无生命的商品的可能性 而这第五道墙也透过故事领主的集取量表来表示 也就是影响作者的外在因素 由此开始表示没有什么是重要的 只要你不停的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他们的新产品就好了 'Liuperchandise, Morty' 'Liuperchandise, you only purpose in life is to buy and consume merchandise' 'Liuperchandise, and you did it, you went into a store, an actual honest to God store' 'Liuperchandise, and you bought something' 无论出什么商品都会买 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周边 早已将我们淹没 不是因为动画公司觉得这是什么高等的艺术 就只是因为他能够赚大钱 作者们愿意与粉丝的期待互动的最大原因 就是让我们不断的消费 片尾片段的假广告更是强调这一点 终究有一天 这创作团队背后的出资大股东 会让Rick & Morty踏上盖户家庭或是辛普森的后路 成为自己当初的鬼魂 毫无血肉只剩下追求甜美浅情的目的 也许这影集不会面临这样的命运 也许作者们拍出这一集 就是展现他们求新求变的决心 你可以说这一集是愤世技术的极端展现 不断的出卖自己拍广告 却同时批判由大企业操纵的大众娱乐产业有多么邪恶 但是至少他们有察觉到这一点 经过这一集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懂他背后的讯息 不让自己成为那有害的粉丝 拒绝让一个故事被市场牵着走 那也许就够了 但是问题是 有多少人看完这一集的极端讽刺之后 能够真的付诸于实际行动 谁不想要举起人民的法锤 打倒资本主义的高墙 但是就如Rick Chinko对Mordy所说的一样 陷进所谓的公民责任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看尽资本主义的血盆大口 然后呐喊 Yes daddy please 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不然YouTube都不推荐我这些花很多时间做的影片 也去看一下我的桌游频道 里面全都是你平常看不到的冷门好玩桌游 我是超力方我们下部影片见